而第一届12年国教会考呢 高雄区选田志愿将于6月10号中午截止 但教育部定出的规则 以总考生人数的一个百分点作为集聚 以高雄市3万多名考生来看 每个集聚就有300多人 这让许多的家长以及考生担心 成绩落点不清楚 不知道该如何选田志愿 对此市议员则是召开临时记者会 希望教育部能够延长志愿选田的时间 并且将集聚缩小为100人 拿出诉求看板 市议员陈信宇以及肖永达 两人来到市府前广场 为了就是接获 家长对于12年国教志愿选田 所遇到的状况来发生 认为志愿选田的时间太短 而考生的集聚又太大 让考生与家长根本无所适从 高雄市来讲的 其实用3万学子的比例来讲 其实那个集聚大概有300多人的集聚 对于不管是老师 校长 校方 要去教导这个学生的选田志愿的时候 就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因为现在选田志愿 如果选错了还要扣分 所以我们的要求就是 主句要尽量越细越好 每100人算一个主句 然后再过来就是说 登记到明天中午截止 我们希望可以延长时间 让家长跟学生比较有宽裕的时间 担心以考生总人数一个百分点 作为集聚人数过多 落点不明显 再加上志愿选田的顺序又有分数落差 让考生和家长们 这几天为了选田志愿担忧外 学校老师同样头痛 因为这两天其实我真的 真的可以体会到很多家长 连那个游戏规则怎么玩都不知道 就再多给两天让家长多了解一下 那不过我们在这边还是可以呼吁就是说 虽然教育部以另的方式来要求地方政府来配合 那是不是也恳求部里面能够体恤我们家长跟学生不安的心情 能够允许高雄区来公布以100个人为集聚的这个会考成绩的参考 对于市议员代替家长所反映出来的诉求 市府交易局表示认同其身向中央喊话 希望能缩短集聚到100人 让考生的落点可以更加明确 港路线黄梓杰 许富天 采访报道